Hong Kong Toys & Games Series 今年香港玩具展 Hong Kong Toys & Games Series 已经进入第五十届 北京不过已经五十年 今年我们来到 和大家去看看有什么参战商 和有什么新的玩具产品 和大家可以分享 Hello Sarita 你是Tiny的Sarita 我想问一下 今年香港玩具展 你公司又来参加 有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公司本来源自于香港 我们的理念就是 我们全城和说明香港故事 其中一个理念就是 希望将这些故事 再推展发展到海外 所以今年我们也参加 Toyson Game Fair 也是想将我们的品牌 参加的本地人 我们本身既有的客户 可以宣传我们的品牌 亦希望因为我们知道 Toyson Game Fair 有很多爱国客户 都会来我们参加 所以都可以乘机 将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品牌 可以推广到世界各地 不同的地方 你觉得香港玩具展 最值得欣赏的地方 香港玩具展 值得欣赏的地方 就是百花齐放 来到这里的场地 或者有很多五花八门各种 不同类型的玩具 产品 其实都会很上心愿目 有没有什么值得改善的地方 值得改善的地方 就是因为 大家每个部门 或者我们自己 都用了很多心机 去组装 或者去宣传我们的品牌 例如你看到我身上 有一个这么大的九龙城寨 都是想我们去 投资我们的品牌出去 其实都可以考虑 可能给一个特定的时段 可以给一些 不单止是商业的客户 可能是一些 我们叫B2C 一些零售的客户 都可以入场参观 其实都可以 起到我们 宣传我们的品牌的效果 最后会不会 明年每月你公司 会再来参展 相信一定会 因为我们每年 总之X1 这个展我们都会参展 好的 多谢 谢谢 在我面前 就是Substeel的CEO或Agent 想问一下你今年 有来参加香港的Toy Fair 想问为何会来参展 其实我今年是第六届参展 是由2015年到现在 因为香港TDC 这个活距展 主要是可以给到我们公司 和产品可以对外 可以给更多的海外股客 可以提到 所以在过往年来 我们都有去参加这个活距展 除了刚才提到的优点之外 有没有一个最好的优点 你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参加这个展览 一站适服 譬如TDC 除了我们有这个实体展场 另外它在网上也会有一个 虚拟的一个平台 可以方便一些海外卖家 不方便来到香港的时候 都可以去搜寻到 找到我们公司的产品和资料 再加上其实TDC 我们参加了这么多年 这个展 都发现 其实它在宣传推广方面 都下了很多的力度 去宣传我们玩具 这些产品 变成可以帮助到 我们香港互据品牌 可以带出海外 虽然你赚了这么多 但会不会有些地方 空间可以改善呢 你觉得 改善吗 有啊 其实今年也是第一次 将我们的玩具展 和授权展拆开了 其实我反过来 今次的展 我见到很多授权商 来找我开会 因为就是拆开了 所以大家都不方便 亦都会说 为什么会掉下去四月 我都希望TDC 可以研究一下 其实授权展 那方面 会不会日后 可以合作我们的玩具展 一起 都会来参加呢 其实都会的 都会继续参加 好 多谢你 好 拜拜 好 F4F的代表 Bruno 多谢你先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参加香港玩具展 公司 我们参加玩具展 是想和很多不同的国际公司 去认识 认识新的朋友 谈谈新的生意 你觉得最优秀 你最发掘到的优点 在哪里 你的展览 我觉得最好的优点 就是刚刚刚才所说的 就是有很多可能 看到一些新的公司 打一些新的关系 谈一些新的 谈一些新的 分享一些想法 了解一下今的市场 不错透过 那些 但会不会有地方 你觉得可以再好些 或者改善呢 都有的 可能 刚刚我都和经历 谈了一件事 就是个时间 即是日期 因為現在我們玩具展是一月初 但問題是可能很多外國 即是西方國家 他們可能還在放聖誕假 可能來不及 但會不會明年會繼續參加這個展覽呢 絕對會 我們希望如無意外的話 都可以年年來這裡繼續參加 希望你公司每年都做到很多新的生意 好 謝謝 謝謝 跟大家看到冰山一角的小部分的參展商 其實今年我們發覺很多新的產品出現了 有些智能玩具 機械玩具 新品仔玩具 甚至在collectible方面都多做到參展商 我們相信Trend都是collectible 智能玩具 科技玩具 還有一些便宜的玩具 會在市場流越來越多 我們也希望香港玩具業繼續能夠蓬勃發展 好了 今屆我們TOYS V 來看香港玩具展到這裏了 希望未來一屆更加好 我們也有更多新的玩具 和大家分享到 好 再見 拜拜